泰国沉船事件到目前泰方的处理方式让国人确实是很失望 喜欢旅行因为它给带来了自由与洒脱 喜欢大海因为肆意的大海带来了浪花拍打肌肤的快感 喜欢沙滩因为沙的传递了来自大地与太阳的能量 喜欢岛屿因为它的神秘总能让人忍不住的神往 而这些喜欢的从7月开始就不用在舟舌劳顿去国外了 随着越西高铁的开通 在距离广东省仅仅才三个小时高铁的湛江就能一次体验个高 这一次跟随越西高铁四天三晚深度有湛江 将它的美景一一摄入镜头之内 在湛江这座湛蓝的城市最为经典的风景线 当初隐藏在湛江市区 却成为都市中一方净土的金沙湾 金沙湾是湛江市区海岸线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里常年遍布各种热带植被 宛如一个天然的氧巴 无时不刻提供着新鲜的空气 同时它演一个天然的海兵浴场 无论白天黑夜都为繁忙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忙中偷闲的地方 当脚步踏在了湛江金沙湾时 脚底是温热的沙子 眼前是一片蔚蓝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 脸上是海边咸香的海风 身体感受到的是海边独有的汗热 仿佛自己被整个金沙湾紧抱在怀中 不知不觉中就能让人脱下防备 在这片海湾中自由的畅乱 金沙湾的特色就在于它围绕海岸线 而建造的金沙湾关海长廊 它东陵马斜海 西靠关海路 使湛江市实施一海两岸 西海岸景观改造工程的组成部分 站在关海长廊上 漫长的海岸线 把大海和陆地分割开来 看着海水一层一层地拍打着岸边的岩石 微微的海风轻缓地吹拂着脸颊 身心都得到了满足 在湛江市区除了这个有名的金沙湾以外 还有一处是必须去的地方 特程岛 它是湛江湾中间的一座小岛 这是一座大野约式的小岛 岛上植物种类丰富 茂密的红树林 是这个岛上最明显的植物景观 从湛江渔人马头搭乘特程轮路十分钟即可指导 在乘船来的路上 空气清晰 风景优美 时不时会碰见赶海的渔民撒亡捕鱼 进入岛上 第一眼便能看到一艘停放在岸边的老渔船 那一瞬间 海的味道迎面而来 内心就感觉来了一个心中向往已久的海岛 特程岛所有景观 还是原始小岛的模样 生活气息十足 四处可见出海捕鱼的渔民 停靠的渔船 甚至还有岸边被海水带来的小海螺 海草 从繁华的城市 迅速的置身于这个安静的海岛 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 这个特程岛度假村 设计保留了渔村的风味 结合了现代设计 以贴近自然为设计理念 其中设计的茅草别墅 风景小木屋 沙滩海景房等等类型的房型 都足以得到大家的喜爱 度假村的私人海滩 是一个可以好好休息放松的地方 海滩上有一条长廊 一直通到大海的深水区 长廊上插着各个国家的旗帜 随风飘荡着 每走几米都有他们岛上特色风格的亭子 提供给游客休息 钓鱼 其实在我看来 这个城廊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是一个绝佳观日的场所 坐在堂椅上 喝着小酒和家人一起看着落日 或看日出 都是十分的惬意自在 特程岛是来自自然的 渔民与特程岛 游客与特程岛 大海与特程岛 甚至是红树林与特程岛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无法一一用文字 或者是照片说明 特程岛的美 真的只能千字用肉眼观赏岛 才能感受到那份静谜 在特程岛是美好快乐的 就如同明朝汉林学士 解禁诗中一样美好 风送潮声平乐曲 雨飘山色特程岛 地灵福气升天外 自有高人出世财 所以来到这里游玩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珍惜我们遇见的所有美好